各位觀眾,我們上一集就講到公主有機會被被捕 沿著這條思路想,他被被捕之後 為什麼由1號、10月1號到10月9號 中國政府都沒有什麼高調的宣揚 也沒有什麼說要去營救高調地 但是突然在10號那天,就很高調地召見加拿大領事提出抗議 又跟著召見美國領事 好像全世界都要將華為公主這件事 而中國親自出馬,要去拿回這個人 因為如果沿著我們過去兩天的思路 你都想到中共都想通了 當權派想通了,就是怕華為公主在外面要挾他 變成在外面作為一個跟中國內部的任先生那邊的平衡 如果任先生有什麼三長兩短 在外面的那個就可以大爆內幕 如果任先生沒有三長兩短 然後外面的那個繼續打官司 繼續申請不回去 變成整件事就會有利於整個華為的原來的集團 以及它背後操控的那個金主邦的利益 令到整個華為就不會這麼容易 就會好像中興或者騰訊或者阿里巴巴那樣跌下去 現在當權派那幫人的手裏面 至於為什麼美國會在這個時候 中國夠膽在中美談判這麼熱切的時候 問美國拿人呢? 因為問就沒有吃虧的 因為如果問得到的話 美國當然是計過數 這個人對美國的幫助 不會大得整個中美貿易談判出來的 就是有益和有利的結果 但是怎樣去解答他們美國當年8月 說要抓這個華為公主 因為涉罰那個伊朗問題呢? 那麼答案就在12月1號那天寫了出來的 就是將所有關於伊朗的事情 推到一個死人身上 而那個死人呢? 就是我們那個天才博士 如果那個天才博士 一早被上了賊船 沒有辦法 即是他是聰明 但是他在AQ方面 和在EQ方面看不通呢? 原來上了華為的船 是一個賊船來的 到今天呢 只有犧牲他自己 而他當然不是抑鬱病 當然 那很大機會呢 就是被被自殺 那這個呢 就是整套呢 就等華為公主呢 在12月1號 決定他自己呢 去被被自殺 不是 決定他被被捕的時候呢 同一時間呢 就有人在那邊呢 造他世界變成被被自殺 那麼你也都看得到呢 在整件事的發展過程裏面呢 其實呢 整個華為呢 已經不是說我們就這樣看 一個民營企業呢 成功史這麼簡單 是他成功的過程呢 必然是在幕後呢 有整個龐大的軍事利益集團 去幫助他成長 也都呢 因為這樣的幫助呢 令到他自己的民營面目呢 去拿了一些東西 拿了一些高科技回來呢 除了在民營那方面 用在一些iPhone4啊 或者他們自己的華為的電話裡 之外呢 更重要的呢 就是他可以呢 整個集團可以牽引著整個軍部 好 今天整個華為公主這件事 我們先分享這三集 再分析到這裡 拜拜